早高峰 我的小店里把老板的豪车给关了 老板最介意的就是搭上碰瓷 我连忙解释 表示我没看上他 恩 见老板信了 我松了一口气 下一秒 老板嘴角一勾 两个字砸了过来 赔钱 路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而且是绿灯 我骑的明明是直线 你的车突然插过来的 在路进那似笑非笑的眼神注视下 我辩驳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几个字基本上是消音输出的 你的意思是我违反交通规则 我 我怂 谁敢置一大包子开车技术 饭碗不想端了吗 我立马摇头 呜呜呜 好大的一口锅 我背的想哭 这车就是蹭了一点气 路总 你大人有大量 就别和我一般计较了 行吗 后面已经开始赌了 这要是把交警叫来了 一耽搁 我这个月的全勤就没了 我咬咬牙 看着站在那一点也不及的路进 只能装可怜说好话 路总 我知道你人最好了 长得帅又有魅力 肯定不会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的 路进笑了 你知道 啊 不是看不上我吗 我 麻了麻了 彻底麻了 在最后一分钟 我赶到公司打了卡 回到工位上 我脑子都是萌的 落进最后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犹如三地魔音般在我耳边不停地环绕着 他说 等回公司了 让我好好说说我知道 白离 这份报告中午之前给我 见我迟迟没有回应 陈秘书敲了敲我的桌面 白离 我反应过来 立马接过陈秘书手里的文件 马上就做 陈秘书皱了皱眉 你怎么回事 还发呆 你这样子要是被路总看到 小心 陈秘书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陆氏集团对员工规范这一块抓的急言 纵使这样 作为本市龙头企业的陆氏集团 依旧有钱扑后继的人想要进来 因为待遇福利各方面是真的好 想到早上的那个意外 我面色一白 看着陈秘书张了张嘴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不成告诉他我把路总的车刮了 我觉得陈秘书可能会立马抽回我手里的文件 然后让我安心打了一支报告 呜呜 太难了 送走陈秘书 我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只是余光时不时的就会往办公桌上的电话看一眼 生怕那些突然响起来 幸好安静了一天 到了下班的点 内线没有响 路进也没有找我 本来嘛 路进每天那么忙 怎么可能会记得这种小事呢 嗨 打卡下班 我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开了公司 刚出来就看到了公司门口停着的那一辆黑色库里男 咕噜 我淹了一口唾沫 车窗摇下 我看到了主家上那张轮廓分明 没眼深邃的脸 或 好眼熟 我可以装作不认识吗 白助理 你的责任心似乎有些淡薄呀 真棒 贵人一点也没忘事 看着那被蹭了一点气的车门 我很努力地挤出了一抹笑 路 路总 好巧呀 一声冷笑 上车 我麻了 车子渐渐地驶出了中心地段 看着越来越偏的路线 我慌了 路总 我 我们这是去哪 路静仿佛看傻子一样地看了我一眼 半晌 开口吐出了三个字 去修车 我 车子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停了下来 很快 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接过路静手里的车钥匙 将车开了进去 我跟在路静后面 一双手死死地抓着我的包带 呜呜 我的肉已经开始疼了 白助理 放心 这里修车 明码标价 我特么谢谢你提醒 等待的时间总是很难熬 半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有工作人员过来了 对方手里拿着一大单子 正要交给路静的时候 路静开口了 给他看就行 接过单子 看着上面的那一串数字 我差点没出息的贵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位数 特么这车是黄金做的吗 就蹭了指甲盖那么一点大的漆 竟然感受六位数 黑店 这里绝对是黑店 我拿着单子的手都在抖 偏偏坐在沙发上的路静 面色淡然 白助理 有什么问题吗 妈的 当然有问题 我全部家当都没有六位数 我哭了 吓得 陆总 你别和我开玩笑了 路静起身 双手抱肩 一副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 靠呀 我的天他了 就在这时 手里的单子被抽走了 我抬头的时候 路静刚好招手 那个工作人员立马 客客气气的上前 修好了打电话给陈秘书 他来开就行 好的 路总 下一秒 工作人员又将一把车钥匙递给了路静 路总 你上次送过来保养的车已经好了 恩 呵 有钱人 不止一辆 豪车 那个工作人员一离开 我立马狗腿上前 路总 你经常来这里消费吗 恩 那可以让他们打折吗 路静看了我一眼 眼里透着几分玩味 不打折 恩 这家修理厂的老板 是我朋友 所以 压根就没收我钱 路静 你耍我 空气在这一刻仿佛都静止了 路静眉头一皱 面色冷了下来 白离 我的朋友不收钱和你需要赔偿我的补期费用 有什么必要联系吗 十分钟后 黑色大班没入了车海中 我坐在副驾上 安全带都快被我凝成麻花了 事情的发展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 从今晚开始 我一不开花被二不用信用卡的人 背上了高达六位数的债务 还特么因为夸老板人好 长得帅 有魅力而被特许办了分期 我 呜呜 太古了 沉浸在债务中的我 完全没注意车停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抬头 已经到小区楼下了 主架上的路径一副自已慵懒的模样 骨骑分明的手指在方向盘上 一下一下的轻点着 车窗打进来的灯光落在他的脸上 趁得他格外的英俊醒目 好看是真好看 特么的黑也是真黑 一想到那六位数 我放在车门上的手又缩了回来 老板 是的 我想为自己再努力一把 恩 那个 赔偿的事情 能不能 不想分期 我眼睛一亮 连忙点头 对 老板 你继续 我一脸期待的看着陆进的那张嘴 搓手手的等着 他说那就算了 半傻 陆进开口了 他说 那就一次性父亲吧 免得麻烦 我 听听 简直不是人 呜呜呜呜 我再也无法快乐的骑着我的小毛驴上下班了 拉开车门 我垂头丧气的正准备下车 白离 陆进突然叫住了我 哇哇哇 我就知道 老板只是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立即回头 我的笑容无比灿烂 老板 落镜看着我 眼底露出了我看不懂的情绪 他说 晚安 我特么没听错吧 晚安 啊啊啊 我不想听你说晚安 只想听你说免单 好的 是我无知 低估了资本家的冷血 关上车门 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进去 喝 去你的晚安 一股作气跑上楼 我在厨房连喝了两杯凉白开 才压下了心里的那团火 但还是好气呀 不行 我得找一个人好好倾诉 拿出手机 我反手就是一个视频给闺蜜打了过去 视频接得很快 看着正在砍着酱猪蹄的闺蜜 我馋哭了 以后别说酱猪蹄 我可能连馒头蘸酱都舍不得买那酱了 呜呜 雪 我 我被额了 卧槽 快 展开说说 我不缺这点流量 交友不慎啊 就这闺蜜啃猪蹄的画面 我将今天早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表述了出来 十分钟后 闺蜜啃猪蹄的画面静止了 我 网砍了 雪 没反应 我晃了晃手机 信号满格呀 我正试着挂断视频重新打过去的时候 闺蜜手上的猪蹄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 还伴随着一阵正耳欲聋的卧槽 姐妹 狗富贵 勿相忘啊 闺蜜一张脸都贴到了屏幕上 嘴角还有油字 她笑了 笑得一脸的高深莫测 姐妹 我已超过十年的老小白书灵向你保证 根据你描述的 你即将陷入一场霸道总裁爱上你的纠葛 我 特么谢谢你 夜深了 别讲鬼话 我一个人害怕 你信我 一般人我可不会替她指点迷津 呼 这是我闺蜜自己挑的 忍忍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闺蜜嗨嗨一笑 那一口大白牙在窄小的屏幕里有点诡异 简单 弄个老板娘当当 既不用赔钱还能一夜报复 造福姐妹 她 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下一秒 一连串的消息发了过来 迪迪 机会难得 好好把握呀 想想你那干瘪瘪的钱包 六位数呀 相信我 你们老板绝对对你有意思 白离 你给我上 老天爷这是逼着你恰烦呢 下面越说越离谱 我反手就是一个拉黑 姐妹 你需要冷静 第二天清晨 我起来的时候眼睛下面一圈都是清的 是的 昨晚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都是那六位数 呜呜呜呜 太委屈了 这天早上 从来只是抹个水乳 茶个防晒霜的我 又哼哧哼哧地盖了一层遮瑕 抹了一点口红 呜呜呜 好极了 完全看不出我是一个为了六位数失了名的人 出了门 路过我经常买早餐的摊子 以往都是手抓饼李家李吉家烤肠 今天我只买了一个茶叶蛋 老板娘还贴心地问了一句 今天怎么吃这么少 我减肥 到了公司 打了卡 我拿起杯子就往茶水间里冲 要不说集团的待遇好呢 茶水间里的牛奶 咖啡各种饮料供应不断 之前习惯了觉得没什么 现在 恩 真香 免费的啊 只是 今日的茶水间好像比往常都热闹 我刚才进去送咖啡的时候 手都抖了 你们是没看见 办公室的那气氛冷的人直哆嗦 夫人就往沙发上那一座 抖 那气场 绝了 夫人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她都好久没有来过公司了 我听说是来催婚的 啊 路总那么优秀 怎么会缺女朋友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在路氏集团工作五年了 就没听过路总交过女朋友 你都说了 路总这么优秀 身边却连一个女人都没有 你要是她吗 你就说你急不急 一阵唏嘘声后 关于路径为什么没有女朋友的原因越说越夸张 我在人群里吃了一会儿 关后 悄悄地退了出去 出门的时候 隐隐地听到了两个字 不行 我差点脚一滑 则 都是狠人 真不怕啊 回到工位上 我刚把杯子放下来 桌上的内线就响了 白离 进来一下 压根就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我是秘书助理 能够接触路径的机会很少 很多事情都是由陈秘书直接下达的 更别提进总裁办公室了 这个时候 路径叫我进去干哈 他妈还在办公室里呢 我怀着一颗坠坠不安的心 跟去刑场似的 一步一步地往总裁办公室的方向 我站在门口 我深吸了一口气 敲了几下 进来 嗓音低沉 隐隐透着几分不耐烦 我 进去之后 一道带着打量的视线 立马落在了我身上 想来应该是路径他妈了 我刚想偏头打个招呼 一道含着惊喜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说的就是这个姑娘 正坐在办公桌后 一目十行地看着笔记本的路径 头都没抬得嗡了一声 下一秒 一道急风在我耳边呼过 吹得我眼睛都眯了起来 等我能看清的时候 一张保养得当 风韵犹存的脸就在我眼前 我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妈 他胆子小 不惊吓 我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我能吓着人家小姑娘吗 路径妈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转过来的时候又是一副和爱亲切的模样 你就是白犁吧 嗯 真不错呀 路径妈妈将我从头到脚地看了一遍 这一刻 我觉得我像盘菜 不知何时 路径走了过来 一伸手 将我扯了过去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是做梦吗 为什么路径的那只手会在我的肩膀上 妈 人已经看了 你可以走了 路径妈妈笑得可开心了 急什么 说话间 她已经抓着我的手 下一秒 我的手腕一凉 一只碧绿通透的手镯戴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闪了 李李 阿姨来得匆忙 都没有好好地准备见面里 这个小玩意儿 你先收着 带着玩玩 我慌了 一边伸手要将手镯退下来 一边开口准备解释 阿姨 你悟 就在这时 一只大掌覆盖在了我的手背上 止住了我的动作 正愣间 路径那张俊朗的面庞已经凑了过来 耳边 只有我能听得见的声音 缓缓响起 帮我应付我妈 修车费用就一笔勾销 电光石火之间 我想到了在茶水间听到的八卦 这这么才是老天爷逼着我恰饭呀 事到如今 我不装了 我最喜欢帮忙了 阿姨 谢谢 我腼腆地低下了头 表情拿捏得极其到位 谢什么 都是一家人 以后喜欢什么直接告诉妈 妈给你买 这都妈了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可是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于是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被路径妈妈拉着坐在了沙发上 聊了好久 谁能想到 当年在商界叱咤一方 至今都是众人女性标杆的路径妈妈 私下里竟然也是一个爱追甜剧的土狗 偏偏 我也是 于是 我和她就这么聊嗨了 等抬头一看时间 已经十一点了 路径妈妈一由未尽 拉着我的手 李李 妈带你去吃大餐 呜呜 妈 你一定是知道我早上只吃了个茶叶蛋 饿麻了 大老他妈一出手 那味儿就出来了 真的是大餐 本是最贵的西餐厅 每天为了五斗米努力的人压根就没有踏进来的机会 比如我 这里随随便便的一道菜都是四位书起步 看着桌子上的那盘水果沙拉 我迷茫了 一旁的适应生见我盯着那盘沙拉 很是贴心的上前解释 小姐 这是今天早上刚空运过来的水果 您放心吃 绝对新鲜 恩 是我不配 说话间 菜都上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更出息了 直接拿出了我吃垮自助餐的气势 红枣一桌 陆进妈妈看着可开心了 眼底的金光一点也不藏着掖着 就差直接开口说 身宽体胖 能生 叉子上的那块牛排顿时不香了 结束的时候 陆进妈妈拉着我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甚至还想继续跟着我和陆进回公司 陆进眉头一挑 曾女士 来日方长 陆进妈妈这才松手 看着她那副委屈的模样 我心一软 嘴比脑子快 阿姨 我知道有一家火锅超好吃的 下次我请你 说完 我就后悔了 因为陆进妈妈眼睛更亮了 手机一掏直接和我互加了好友 走的时候还不忘留下一句 晚上微信聊 天真的我 还不知道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 终于将一步三回头的陆进妈妈送走了 任务完成了 明天早上我又可以吃家肉加烤肠的手抓饼了 耶 直到一道黑影照了下来 陆进站在了我面前 他说 白助理 我们谈谈 谈 当然得谈 林江的咖啡馆 相比较将近 我更期待陆进要说的话 半晌 陆进也没有要开口的迹象 修长的手指持着一杯咖啡 时不时的明两口 那又暗又深邃的视线一直落在窗外 想赖账 不能吧 我被陆进的骚操作整盟了 为了前途 我决定先发制人 陆总 你说只要我帮你应付阿姨 我们之间的债务就一笔勾销的 啪 陆进漫条丝里的将手里的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 陶瓷与玻璃相处的那一声清脆 就像激在了我心里 一股不好的感觉隐隐滋生 路径抬头 四目相视 我心里一咯噔 下一秒 那张好看的薄唇清奇 白离 你手上的那个手镯 是我外婆给我妈的嫁妆 我妈很喜欢 我感觉手腕那处已经开始发烫了 下意识的就要将手镯摘下来 可越着急手镯越时摘不下来 那个手镯 现在是指八位数 我立马不敢动了 下得八位数 我这辈子在陆氏集团打工到死 也挣不到八位数 我感觉我戴着手镯的那只手都在抖 陆 陆总 你能帮我把这个摘下来吗 我 我 害怕呀 陆进笑了 笑得意味深长 不能 我也怕 我 狗男人 你赢了 思考了片刻 我决定待会儿就给陆进妈妈发消息 把这个手镯还回去 要不然 我怕我会因为睡眠不足加担惊受怕而猝死 不过眼下 还是六位数重要 陆总 那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就两清了 你放心 这个镯子我会还给阿姨的 在这之前 我会用命保护她的 回应我的是用鼻子哼出来的一个阴节 白离 你戏过了 我妈现在已经认定你是儿媳妇了 这个镯子 只是钱菜 陆进刚说完 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就震了 我随意看了一眼 瞳孔微缩 一笔转账 一条消息 离离 妈到家了 有钱人报平安的方式还真是独特 看着那笔数额吓人的转账 我连忙拿起手机准备退还 下一秒 陆进完位的声音缓缓响起 你退了 我妈会觉得你嫌她转账金额太小 我 麻了麻了 我看着对面气定神贤的陆进 总算明白她说的只是钱菜的意思了 陆总 要不我收了 然后转给你 陆进眉头一挑 怎么 我向回收站 你特么是不是对回收站有什么误解 这天实在没法聊了 我抿了一口面前的咖啡 一和我心里一样苦 六位数的赔偿款 万上的手镯 还有手机里的转账 我那除了工作就用来追剧的脑子实在不够用 想半天也没憋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 最后只能小心翼翼地望着陆进 陆总 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呀 陆进腻了我一眼 先凑合着眼吧 等找到机会 我会和我妈说清楚的 继续演 到时候要是被发现了 那我就是个炮灰 落尽修长的手指摸缩着杯面 低垂的眼眸里极快地闪过一道算计的光芒 白助理放心 这场戏不会让你白眼的 从现在开始 你投入的每一秒都算钱 心动归心动 我可不想成为日后茶水间里被他们八卦的对象 陆总 我可以配合你 但是得在阿姨在场的前提下 毕竟在公司我是靠脑子吃饭 不是靠关系 义正词言 路径微微一正 笑了 白助理 你挺幽默 我 阿呸 回公司的路上 我出于礼貌和陆静妈妈说了一声谢谢 结果 就因为这一声谢谢 我跪了 黎黎 你和陆静回公司了吗 是的 阿姨 叫妈 我看着那个妈字 陷入了沉思 就这么一晃神的功夫 陆静妈妈的信息已经发了一串 黎黎 把你和陆静的合照发我一张 我和我老姐妹说陆静有女朋友了 他们都不信 哼 黎黎 这个面子你必须帮妈争回来 下一秒 又是一笔转账 我已经被砸得不认识钱这个字了 偷偷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路径 我抿着唇 跟做贼似的拿起手机找了一个他看不到的角度 确定跨里有他有我之后 咔嚓一声 图片发过去三秒 一个委屈的直流眼泪的表情包甩了过来 黎黎 这张不够亲密 别害羞 妈不怕被封号 我痛了手一滑 手机掉了下去 好巧不巧 前面正好是红灯 我看到陆静的视线落在了页面上 连忙俯身将手机捡了起来扣在掌心里 我脑子里全是亲密两个字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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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姨 我 这孩子 叫妈 在两道目光的夹击下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妈 李李真乖 那妈等你哈 我怀疑路进妈妈打电话来就是为了听我叫妈 可是我没证据 灰灯亮了 黑色大奔并没有前行 反而转了方向停在了路边 我不解地看着路进 对方嘴角一勾 现在拍 五分钟后 在路进的眼神凝视下 我捏了 一连拍了几十张 每一张里面的我看上去都像一个欠钱的 我俩看起来完全没有情侣间的那种氛围感 哪怕路进的手已经揽着我了 天知道 他靠过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猛了 面部表情都是僵硬的 没有甜蜜只有惊悚 路进面色一冷 声音都透着几分不悦 白助理 麻烦你投入些 毕竟 算钱的 我 好的 拖出去了 我咬咬牙 直接将手机塞到了路进手里 然后下一秒 我整个脑袋都埋入了路进的胸膛里 两条细细的手臂更是还在了路进的脖子上 赶紧拍 现在特么够亲密了吧 这么近的距离 我一抬头 额头轻轻擦过路进那凸起的喉结 我立马感觉到被我压着的这具身体猛的一僵 灼热的呼吸在这狭小的车厢内格外清晰 咔嚓一声响 我拿过手机书的一下退了回去 刚准备将亲密合照发过去 结果一看 我差点两眼一抹黑 特么的 我脸都不要了扑上去换来的就是这一片乌七马黑 我随随便便找条狗来拍他的爪子也比路进按得好 我生气了 路进 你拍的是什么 抱歉 第一次拍照 经验不足 好的 债主最大 没办法 只能重拍了 一回声二回熟 我第二次贴过去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甚至我还能拿着手机从容的面对镜头里的我和路进 又是咔嚓一声 多拍几张 以备不时之虚 或 想得还真是周到呢 我在心里翻了一个大白眼 然后 在车里 我和路进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这么抱一下 靠一下 扭一下 完成了拍摄 车子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整张脸都红了 只能低着头装做选照片来躲避车里那暧昧的气氛 手机屏幕里 我和路进头靠头依偎在一起 路进的眼神落在我脸上 那深邃的眸底仿佛蕴藏着一眼千年却又万般隐忍克制的爱意 则不愧是大佬 牛逼 选了几张照片 我立马给路进妈妈发了过去 这次 对方终于满意了 呼 我松了一口气 这钱不好赚啊 回到公司 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宫位上 老老实实的坐着陈秘书交代的工作 直到一旁的同事凑了过来 悄眯眯的问我一上午去哪了 中午吃饭都没找到我人 我眼神有些心虚 随口找了一个理由 同事压低声音 有人在停车场看到一个女人从路总的车里下来 键盘上的手一抖 谁呀 同事摇摇头 没看清 不过 大家这会儿都在猜呢 看样子 应该是我们公司的 现在他们已经从前台扒到销售部了 我 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还真是惊人 下班时间一到 我就拎着包溜了 生怕走慢一秒就会被路进叫回去 跑回家 门铃响的时候 我正在煎鸡蛋 我以为是快递 也是关了火就去开门 结果门一开 看着站在门口的那道高大骑场的身影时 我蒙了几秒 然后条件反射的想要关门 可还是迟了 路进长腿一脉 已经进来了 路总 你怎么来了 我妈让我来的 还真是理直气壮呢 路进站在客厅四处看了一番 一是一听的单身公寓 其实一眼就能看到底 最后路进的视线落在了厨房锅里的煎蛋上 看了许久 这还是我的小我第一次迎来一位男性 还是我的老板 尤其是此刻我的老板正盯着我的蛋 我再次嘴比脑子快 路总 你要吃吗 话音刚落 我差点没扇死自己 很快 路进的视线从煎蛋移到了我身上 那深邃的目光仿佛要看尽人心里似的 我一个机灵 妈呀 这人是个妖精 路进嘴角一勾 那张好看的薄唇里吐出了四个字 盛情难缺 好的 反正我搬起的石头不止这一块了 看着锅里的那一个煎蛋 我咬咬牙 又从冰箱里拿出了两个 不能再多了 锅里的油滋滋的 听着格外的有烟火气 我熟练的将锅里的鸡蛋翻了一个身 无意间一抬头 发现不知何时 本该坐在沙发上的路径 正斜斜的椅在厨房的门框上 这个殃民的狐狸精 煎好鸡蛋后 我就起锅烧水 在锅里又放了几颗潮扇牛肉丸 等水孤独孤独的冒着泡耳了 我连忙将提前泡好的粉丝放了进去 煮了两分钟 又放了一些青菜 调了味儿 嫩了几秒后 一碗香喷喷冒着热气的牛肉粉丝就好了 这就是我今晚的晚餐 给陆进的那碗 我加了两个尖蛋 正准备端出去的时候 就听到咔嚓一声 陆进一在那 举着手机 神情慵懒 许时我家的灯光都是那种晕黄点的 颤得陆进眉眼都比往日温和得多 你应付我吗 哇哦 这个理由棒棒大 我只能认拍 陆进许时将照片发过去了 手机往兜里一塞 整个人都往厨房里进 本就只容着下一人的厨房 因为他的脉入更显狭小 我转个身都能碰到他 衣服稀稀苏苏的 突染了几分暧昧 有些热 你进来干嘛 快点出去呀 出口的声音竟带着几分娇撑 我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呜呜 这次搬起的石头好像有点大 快要把我砸死了 陆进眼眸一深 毛底好像蓄了一把火 我一急 直接上手想要将它推出去 结果手腕一沉 被他握住了 我 鼻翼里全是陆进身上的那股淡淡的轻裂味 很好闻 我妈要视频 于是 就有了接下来的一幕 我和陆进挤在厨房里 陆进将我圈在了怀里 手机里陆进妈妈看到这一幕 高兴得都流眼泪了 不至于吧 陆进这么难脱手 好在视频只持续了几分钟就结束了 我和陆进一人端着一碗粉丝面对面的坐在了餐桌上 这顿简单的晚餐吃得很安静 直到结束 陆进走的时候 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 我没懂 不过 第二天 第三天 一连好几天晚上 我慢慢的琢磨出来了 火 原来那是要蹭犯的眼神 是的 自从那晚过后 陆进就成了我家的常客 白天 我和陆进毫无交流 他是高高在上生人无尽的陆总 我是忙于生计努力工作的秘书助理 可是一到晚上 好家伙 他依旧是陆总 而我就是那个被压榨得很惨的长工 陆进想吃啥 我得做 陆进想玩啥 我得赔 因为他说 这些都可以用欠款底和骨气是什么 我没有这样的日子 不知不觉的 竟然过去了大半个月 一开始 我还能客客气气的喊一声陆总 现在 一言不合就是咬牙切齿的一声陆进 譬如现在 陆进 把你的腿从我的抱枕上移开 我正站在厨房整理着刚买回来的食材 无意一瞥 差点两眼一抹黑 陆进跟个大爷似的正躺在沙发上 他的两腿之间夹着的正是印着我脸的那个抱枕 我特么脸都被他压扁了 那个抱枕是我生日的时候我妈送的 陆进手一勾 直接将腿间的抱枕拿了起来 抱在了怀里把玩着 还挺软 我弄发冲关的跑了过去 想要将他手里的抱枕抢过来 陆进眼角一挑 立马将抱枕拿到了另外一边 眼看着抱枕在我手上擦过 我一急 隔着一个沙发直接越过去了半个身子 然后 一个重心不稳 哼 我整个人都压在了陆进身上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隔着一层衣衫 我都能感觉到身下那具身躯的滚烫 我慌了 手足无措的想要爬起来 结果 不知道暗到哪里了 我立马老实了 陆进 你没事吧 一抬头 我看到了陆进那双好看的眼眸此刻又深又暗 这么近的距离 陆进呼出的那一阵阵灼热的气息尽数扑在了我的脸上 下一秒 陆进的大掌声了过来 温柔的拂过我的眉眼 顿时一股电流张牙舞爪的在我身体里流窜着 白离 声音依旧低沉 只是比往日多了几分性感沙哑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眼看着那张好看的薄唇离我越来越近 突然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一刻的前犬 陆进面色一沉 一脸被打扰的力气 我红着脸立马撑着它跑开了 呼 我一股脑地跑进了房间里 叫门反锁了起来 然后以着门板捂着又红又烫的脸 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就要和陆进亲嘴了 啊啊啊 色令至婚呀 一会儿功夫 我就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 白离 晚上有一个饭局 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刚想拒绝 酬劳三倍 好嘞 去的路上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段时间陆进妈妈太过招摇 每天都按捺不住儿子已经有女朋友的那种喜悦 拉着平时和陆家交好的夫人太太一通炫耀 就连孙子都被提上了日程 偏偏被拉着听的那些夫人 儿子一个比一个不省心 平日里只知道玩 别说女朋友了 身边连个正儿八经的女人都没有 于是 回家之后逮着各自的儿子就是一顿梦 这笔账 自然被他们算在了陆进头上 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 索性一合计 就准备了晚上这个局 纷纷起哄 让陆进把我这个正儿八经的女朋友带上 听完之后 我紧张了 放心 他们不敢欺负你 事实证明 就算是陆进 也有被打脸的时候 我和陆进到的时候 包厢里已经坐了四五个人了 陆进介绍之后 才知道 他们都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 有着穿一条开单裤的交情 我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气氛就这样活络起来了 只是 无数道打亮的目光时不时的就会落在我身上 我只管低着头坐在陆进身边 小口喝着他给我点的鲜榨果汁 直到有人来和陆进说话 一股刺鼻的烟味立马扑了过来 我没忍住 咳了几声 陆进一伸手直接灭了那人指尖的烟 然后揉了揉我的额头 有时叫我 恩 在外人面前 我扮演的就是陆进那乖巧温顺的女朋友 陆进嘴角一勾 随即将那个一身烟味的男人拉走去了包厢的一个角落 看着陆进的举动 我心微微一动 连嘴里的吸管都被我摇扁了 呵 陆进的眼光真是越来越差了 什么人都能看尽眼 冰冷的声音里透着几分轻视和嘲讽 循着声音望过去 我这才注意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一个男人 长相俊美 那一双桃花眼正肆意张扬地打量着我 毛病 我没理他 别过脸 继续咬着嘴里的吸管 我欠钱的对象是陆进 可不是他 来这里喝果汁有什么意思 说话间 男人已经起身走了过来 一伸手直接拿走了我手里的果汁 然后坐在了我身旁 这人真是陆进发小 抱歉 我不会喝酒 谁生下来就会喝酒 喝多了就会了 话音刚落 一杯高浓度的水晶杯沿着桌面被他推了过来 我看了一眼 没接 男人眼神悠悠地盯着我 半嗓 突然笑了 笑得诡异 这样你喝一杯 我就告诉你陆进的一个秘密 我确定了 这人和陆进有梁子 我看着眼前泛着柔光的水晶杯 嘴角一勾 不如这样 你喝一杯 我就告诉你陆进的一个秘密 男人一愣 随即眼眸微眯 一仰头 直接将手里的酒一饮而尽 喝完 朝着我仰起了酒杯 说吧 陆进他不喜欢吃香菜 气氛一致 随即那个男人面色一沉 声音透着一股子的寒意 你耍我 难不成你知道陆进不喜欢吃香菜 看吧 那这就是秘密呀 陆进的秘密 呵 我还真是小瞧了你 胆子挺大 不怕我弄死你 不怕呀 我有陆进撑腰 是吗 男人眉头一挑 眼里几分玩味 忽然往我这边靠近 你说 要是陆进知道你和他兄弟有一腿 你觉得 他还会替你撑腰吗 这人 病得不轻吧 我拧着眉 下意识的就要起身离他远一点 结果被他伸过来的一条腿挡住了去路 让开 男人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模样 想来他是料定了我不敢当着陆进的面出生吧 呵 只可惜 我和陆进只有债务关系 见我低着头不说话了 男人眼里闪过一道轻蔑 然后就要伸手过来抓我 眼看着那个爪子就要碰到我了 我气沉丹田 猛的一喊 陆进 声音之气裂 直直盖过了包厢里的所有声音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就连我身边坐着的那个男人也傻眼了 所以 现在落入众人眼中的画面就是这个男人一副要骚扰我的模样 陆进立马朝我走来 身上的寒气都中了几分 我看到他捏着酒杯的手杯上都是清金 陆进生气了 是该生气 毕竟来之前这人可是信誓淡淡的说没人敢欺负我的 则 现在打脸了吧 陆进过来的时候 男人的脚已经收了回去 他正要开口 陆进拿起桌上用来加冰的桶直接往那男人脸上一泼 卧槽 陆进 你特么有病呀 男人被刺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清醒了吗 陆进声音带着几分灵力 男人耿着脖子 指着我 陆进 管好你的女人 别到打一耙 不是什么人他都能勾引的 我 这个总算见识到无耻的祖宗了 陆进眼角冷冽 伸手将我带到了身后 下一秒 陆进猛地出手 动作快地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个男人已经挨了好几圈了 包厢面一下子就乱了 哇哦 圆满了 这辈子也有男生为我打架了 只不过 我并没有那个可以说你们不要打了啦的机会 因为陆进已经牵着我的手扬长而去了 刚出来 我眼前一黑 一股力道直接将我扯了过去 我被陆进按在了怀里 我 李李 抱歉 我的脸贴着陆进的胸 挤得有点疼 不知怎的 我竟然想到了那天被陆进家变形的那个抱枕 我没事 声音很低 一听就是那种被闷的 半晌 陆进才松开我 而我 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陆进喊了我李李 我低着头看着我和陆进缠在一起的衣摆 陆进是不是太投入了 走吧 我们回家 陆进牵着我的手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 我知道了那个男的为什么要针对我了 陆进说 那个男的叫秦瑶 他爷爷和秦瑶爷爷是革命战友 交情很深 两家人也走得很近 本来应该数他和陆进的关系最好 可偏偏陆进太优秀了 事事都压了秦瑶一头 一样的起点 一样的家庭背景 结果陆进却成了长辈口中拿来比对的标杆 心高气傲的秦瑶自然受不了 尤其是这次陆进有女朋友了 被教育的最惨的就是秦瑶了 这口气 他自然咽不下 于是 我就成了那个被他用来撒气的靶子了 我果然是个工具人 到家楼下解开安全带 我正要下去 就听到嘶的一声 一回头 就看见陆进的手背上一道伤口正冒着血呢 我一急 脱口而出 陆进 我帮你把伤口处理一下吧 恩 我这小窝 陆进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也没想太多 门一开 直接就去找药箱嘛 陆进坐在了沙发上 衬衫袖口已经卷了上去 露出了一节手臂 我这才注意到 他的手臂也红了 疼吗 疼 大佬 客气一下 沾了点酒的棉签刚碰到陆进的手背 陆进就撕的一声 我一紧张 手下立马没了轻重 黎黎 好疼 诶 又是我搬起的一块石头 接下来清理伤口的时候 我都是低着头一边帮他吹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擦着 这下 陆进终于不喊疼了 就是 大佬的呼吸好像有些急促了 好了 缠上纱布 我正要起身 陆进突然伸手将我一扯 按在了怀里 离离 我们还有事没做完 恩 陆进的额头已经贴上了我的 开口的声音格外的性感沙哑 刚才 也是在这沙发上 这次 陆进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双手捧着我的脸 薄唇直接压了下来 仿佛有一把火蔓延开来 熏得我一时见失 直至最后 陆进那双好看的眸底早已溃不成军 声音就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般 离离 晚安 说完 陆进亲了我额头一下 然后从我身上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门盒上的瞬间 我看到了陆进湿透了的后背 以及那脖子上凸起的青筋 逐渐清明的我反应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拿起抱枕就将自己埋了进去 呜呜呜 闷死得了 这脸 是没法要了 秦瑶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的时候 我还是很震惊的 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的咖啡馆 我到了时候 秦瑶已经坐在那了 看得出来 陆进那天晚上打得还挺狠 秦瑶脸上还能看到一些淤青 这次 她倒是很客气 我想 许是陆进找过她的缘故吧 你找我什么事 担紧说 我还要赶回去上班 秦瑶笑了 我真挺好奇的 陆进究竟看上你哪了 好奇到我也想把你追到手 好好的琢磨琢磨 这人 没被打够 别好奇 没结果 我对你 不感兴趣 秦瑶一愣 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呦 这么死心塌地呀 就是不知道陆进有没有告诉你 他的白月光就要回来了 许是见我正住了 秦瑶可得意了 漫条思里的抿了一口咖啡 巧了 陆进的白月光就是我的前女友 卧槽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呀 按理说 陆进那么优秀 长得还那么帅 怎么看都比秦瑶好 可偏偏白月光没选陆进 反而选了秦瑶 我又适时地想到了那天 在茶水间里听到的八卦 也是说陆进这么优秀却一直没有女朋友 身边甚至连个女人都没有 再加上昨晚灵门一脚的时候 陆进竟然停下来了 种种迹象表明 陆进他 真不行 哇哦 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推理小天才 看着坐在对面洋洋得意的秦瑶 我有一丝同情 许是我的眼神太过直白 秦瑶一愣 你那什么眼神 太惨了 本来就被陆进压了一头 没想到 就连女朋友也是因为退而求其次选择的他 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 哪怕你只是一个被胎 好歹也被他看上了 秦瑶 他的一声 秦瑶手里的小勺子落在了咖啡杯里 在这显得静谧的咖啡馆里格外清脆 已经有好几道视线看过来了 白离 你 秦瑶话还没说完 视线就落在了我的身后 随即而来的就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陆进来了 看来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心里 秦瑶怂怂间 笑了笑 只是看我的眼神有些深 陆进眉头一皱 直接将我护到了身后 声音冷冽 收起你的心思 否则 陆 秦两家的交情就会断在你这儿 说完 陆进就拉着我走了 出了咖啡馆 我这才注意到 陆进的面色有些急 他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没事吧 我摇摇头 李李 他说的话都不要信 我懂这么多年 陆进肯定很难过吧 毕竟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 却不能 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创伤呀 我第一次主动地挽上了陆进的手臂 晚上想吃什么 我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 好吗 陆进愣了几秒 随即眉眼荡出了无数的温情和欣喜 瞧着像截了一副手的云开剑月明的模样 好 我们现在就去超市 说话间 陆进俯身在我额头上印下了一吻 很虔诚 亲吧亲吧 反正也只能过过嘴瘾了 眨眼间 又是大半个月过去了 我和陆进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晚上下班一块买菜做饭溜弯 周末 陆进会带着我出去玩 这期间 陆进还带我去见了他爸妈 去了他从小生活的大院 甚至 我和陆进妈妈约了好几次 吃火锅的时候 陆进妈妈告诉了我好多陆进小时候的事 这日子实在是太惑人了 直到有一天 我惊觉 那原本让我寝食难安的六位数欠款快要还完了 算了 过一天是一天吧 下班的时候 陆进给我发消息今晚有应酬 回来的可能要晚一点 是的 我和陆进住在一起了 自从那天我见过秦妖之后 陆进就察觉到我对他态度的变化 再加上 我们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 吓得陆进当天晚上就来将我打包带回了他家 陆进住的地方 离公司很近 房间很多 可陆进却把他那间最大的主卧腾了出来 他说 这样我能方便些 因为主卧里有卫生间 陆进呀 我要怎么样才能告诉你我真的不怕 嗨 大佬的自尊心 我理解 回了消息之后 刚出了电梯 看到蹲在门口的那道纤细的身影时 我弄住了 对方也听到了脚步声 一脸雀跃的抬头 陆进 你回来了 人家等了你 未说完的话 再看到我的那一眼卡住了 那个白月光 则 长得是真不错 那腰细的 那腿白的 那脸美的 就是是做的不行 想到那天秦妖说的话 我仿佛感受到了陆进被抛弃时的无奈和伤心 于是 看着白月光的眼神都冷冷的 不好意思 让你白等了 陆进今晚有应酬 很晚才会回来 白月光看了我一圈 趾高气扬 你就是陆进找的女朋友 这一气 像极了那晚的秦妖 怪不得白月光会选择秦妖了 配 绝配 是 我是陆进的女朋友 所以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与她擦肩而过 准备书密码的时候 白月光忽然一吼 陆进她是不会喜欢你的 她只是玩玩 我劝你 趁早离开 免得到时候自己难堪 我一整个无语 她究竟哪里来的底气 我怒了 回头瞪了她一眼 我的声音比她的还大 反正这里都是一踢一户 我也不怕第三个人听见 你当初怎么能因为陆进的身体缺陷就抛弃她呢 而且偏偏还找了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你这不是啪啪的打她脸吗 白月光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面色一白 看 心虚了 你 你说陆进她 我哼了一声 我都已经知道了 陆进她不行 话音刚落 一股寒气直往我后脑勺扑 顺着白月光的视线 我看到了站在电梯门口一脸阴沉的陆进 巴比开了 陆进长腿一脉 走的每一步都裹挟着一股刺骨的冷意 直到那双正亮的男士黑皮鞋在我视线里停下 你找我 呼 我松了一口气 幸亏有人帮我分担火力 结果 现在不找了 再见 我看着白月光消失在电梯里的身影 我麻了 呸 扎你 白月光走了之后 周围的温度立马骤降 我冷得直打哆嗦 却还得扯着一抹笑 不是说今晚有应酬的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陆进笑了 看了我一眼 离离 开门 恩 我仿佛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结果 一紧张 站在门口输了好几次密码都不对 直到身后贴上来一具剑术的身体 紧接着一只大掌从我腰后伸了过来 附在了我的手上 输入了密码 低的一声 门开了 路 一阵天旋地转 我被路径压在了墙上 连灯都没开 热纹劈头盖脸的就落了下来 听着那一声声缠绵入骨的里里 我忍了 清晨 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 然后 就是一张英俊的面庞 好吗 昨晚的记忆瞬间一股脑的全部涌了过来 秦瑶这个满嘴跑火车的王八蛋 不知何时 路径睁开了眼睛 那双勾人的眸底一丝睡意都没有 亚根清明一片 我下意识地将自己滑入了背中 我红了脸 开口的声音都哑得可怜 路径 你出去 半傻 我任命又缺氧地从被子里爬了出来 然后 钻进了路径的怀里 路径 秦瑶他那天找我 说你心里有一个白月光 我觉得 还是得问清楚了 路径一脸不屑 这个蠢货 原来 那个白月光是路径爷爷战友的孙女 来本市上大学的时候 白月光爷爷特地打电话给路径爷爷 让他帮忙照看着些 于是路径就对这个白月光多了几分耐心和关照 后来被秦瑶知道了 这个笨蛋就以为路径喜欢这个白月光 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将人追到手了 为此 还特地搂着白月光到路径面前炫耀 路径压根就没理睬他 偏偏 秦瑶一见路径那幅不说话 不辩解的模样 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想 于是这么多年 秦瑶一直以为白月光就是路径求而不得的女人 后来白月光从秦瑶那知道了这一茬 以为路径真的喜欢她 于是又偷偷地来找路径想要在一起 结果被秦瑶发现了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白月光也出了果 听完 我都不得不叹一句 秦瑶真他妈是个蠢货 越想 我就越忍不住 最后直接笑出了声 直到路径开口 她说 我的却有一个白月光 笑不出来了 见我脸色沉了下来 路径嘴角一勾 离离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我的白月光 话音刚落 路径突然起身 连人代背地将我抱了起来 路径 你干什么 我慌了 这样去见白月光 她傻还是我疯 路径装聋 抱着我出了卧室 我真急了 开始挣扎 直到路径抱着我进了书房 宽大的书桌后 我被路径圈在怀里一起坐在了黑色办公椅上 路径打开了书桌下的一个保险箱 从里面拿出了一本相册 正愣间 路径已经握着我的手 将相册打开了 看着那些照片 我眼圈一红 心里仿佛有什么炸开了一般照片上 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 正坐在一棵大树下面 她的膝盖上还放着一本书 只是 女孩并没有看书 只是闭着眼睛已在树干上 睡着了 这是黎黎大一的时候 那天 我去你们学校给我表弟送东西 结果 我一眼就看到了树下的你 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 拿出手机拍了下来 后来 这幅画面总是在我梦中出现 路径 我声音微梗 路径握着我的手 带我划过每一张照片 有我第一次参加社团时站在人群中间自我介绍的 有我第一次参加学校的辩论赛站在台上领奖的 有我第一次当志愿者在敬老院里陪伴老人的 很多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的第一次 都被路径记录了下来放在了这里 我哭了 真的哭了 相册一页页的翻过 直到最后一页 是那天晚上路径去我家 我第一次给他下厨 他已在门框上拍的那张 当时他还说是拍给他妈的 这本相册 从开始到结束 只有一个女孩的身影 我抬头 眼泪从眼角滴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路径笑了 低头 温热的唇瓣一点一点 稳干了我脸颊的泪水 我见过你拒绝别人时的雷厉风行 可能是因为我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所以 从小我就被灌输了不能早恋 不能在学校谈恋爱的思想 以至于我上了大学 遇到来表白的 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可架不住 有的人脸皮厚雅 后来 威蜜说 我得把话说狠了 这样才能断了别人的念想 恩 大概就是这样 我抽抽叶叶的 那你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 提到这个 路径咬着牙 好不容易把你安排在陆氏集团 天天放在眼皮子底下 结果你竟然要回家相亲 我要是再不出手 老婆都要跑了 我想起来了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 同事问我有没有对象说要帮我介绍一个 我生怕他们太热情 于是就随口一说 家里已经安排好了相亲对象 没想到 被陆进听了去 难怪 那天同事捅我胳膊 说刚才陆总走过去了 点色很差的样子 原来如此 等等 陆进刚才说是他把我安排进陆氏的 我说呢 大学一毕业 我明明投了好几家新衣的公司 结果 只有陆氏集团通知我去面试 我当时还纳闷呢 我记得我没投呀 一时之间 我都不知道该笑还是哭了 那天早上的车祸 阿姨突然到公司 都是我 陆进贴着我的额头 没眼间柔情肆意 陆进 你这个傻子 得到了我的同意之后 傻子陆进第二天就带着户口本和我一起回了我的老家 本来我爸妈就一直催着我交男朋友 陆进一来 立马就成了我家的乡伯伯 一顿饭吃完 我妈直接就把户口本塞到了陆进手上 一副生怕陆进突然反悔的样子 我 就离苦 第二天天一亮 陆进就拉着我去了民政局 硬是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 民政局才开门 那天 我和陆进是第一个领政的夫妻 从民政局出来 傻子陆进就看着那两本红本子咧嘴笑 然后将我一把搂进怀里 巴唧一口 陆太太 恭喜呀 看着陆进眼底藏不住的笑意 我嘴角一扬 与陆进食指相扣 陆先生 同喜呀 我已经开始期待有陆进陪着的余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